请自我介绍 我想让他好好休息 听得出来你有一个好爸爸 也听得出来你很担心爸爸 爸爸对我特别好 他现在生病了 我在家里怎么劝他他都不听 一开始他骗我是胃病 因为我爸爸他有慢性胃炎 当时我也没在意 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写作业 然后我就听见我爸爸房间里 有痛苦的声音 我当时就以为他是胃病 我就跑过去 可是看见我爸就捂着胃 满头大汗 我就赶紧找来我的邻居 送到医院之后 医生说要化疗 当时听到这个词 我就明白了 我爸爸其实得的不是胃病 是癌症 他住也没几天 他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 他交给我一个存折 存折上 他告诉我说 家里还有一万多块钱 让我拿着他去上大学 交学费 我爸爸说 希望我考上好的医科大学 成为一名好的医生之后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那你今天来跟他告白 你的 你的告白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想让我爸爸同意 我不参加高考 让我去工作 让我可以 给他治病 你成绩好吗 在班上排名多少 第二名 这么好的成绩 不高考 太可惜了 但是比起我爸爸来说 根本就微不足道 你的家里只有你跟父亲 两个人吗 你跟母亲呢 我没有妈妈 我一出生 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 就把我扔在地里 然后 我爸爸就碰见了我 把我抱回家 他看见我的时候 就给我起名叫韩娜 因为那是恶娜的意思 他希望我有一个美丽的人生 1996年 韩俊瑜在草丛中 发现被遗弃的女婴 已混淌 依然把女婴抱回家 并取名韩娜 因为坚持抚养这个捡回来的女孩 韩俊瑜两不离婚 虽然父女俩相依为命 日子过得辛苦 但是韩娜没有让韩俊瑜失望 韩娜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七周时重点高中 考上一所好大学 成了韩俊瑜对韩娜最大的期望 然而在2013年 韩俊瑜被查出胃癌和肝癌晚期 看着每日遭受病痛折磨的父亲 韩娜来到我们完美告白 希望能放弃高考来照顾父亲 那么在知道韩娜的经济后 已经癌症晚期 即将不久于临时的韩俊瑜 会来现场 接受韩娜要放弃高考的告白吗 如果那天现实的那天真的到来 爸爸真的不在 你想过你该怎么办 一开始我想的是比较极端的 因为给我的感觉是 爸爸是唯一一个关注我的 我觉得我对任何人都不重要 我活着就是一种负担 我对我爸有特别深的愧疚 他一个很完整的家庭 因为我的原因 没有了 因为我他放弃了工作 甚至我认为他现在得病 是因为我的原因 我想如果有一个人 跟他分担的话 因为我是一个女儿嘛 他肯定会有一些事 不愿意跟我说 我觉得可能是一些心里原因 然后当时我就说 如果我爸爸不在了 我就跟着他一块去了 我猜你父亲应该是个很坚强的人 我看你就很坚强 他在这说着说着 眼睛一直是往上看的 用憋着泪水 就是不出来 我必须要坚强 因为我爸爸现在生定了 我要倒下去的话 那就没有人了 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 跟我描述一下 他长得特别高 然后他年轻的时候 特别帅 特别帅 然后他天不怕地不怕 他生气的时候会揍你吗 不会 从小到大 我爸爸没有动过我一根手指头 好父亲 对于你放弃高考这事 你跟爸爸说了吗 说了 爸爸怎么说 不行 你父亲 我也相信 他就是撑 他都要撑到你高考考完 看到你拿到大学通知书的样子 他就是最后一口气 撑到撑到那 你信不信 我信 你考了不去读没关系 但你必须考啊 你这个录取通知书 是给他最好的报答 他把他病在那 我要不放弃 我就没办法给他治病了 我还要照顾他 那么今天你的父亲 会不会到来 我们也不太清楚 接下来要你开启告白 是吗 你做好准备了 做好了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 是门的案件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面对你这样的诉求 要放弃高考 你觉得你 父亲会来吗 会来 如果他不会来 他就是要你参加高考考考 自己的病没关系 反正我老韩这一辈子 唯一的目的就是看着这个闺女 能够考上大学 那我就会出去工作 你会出去工作 你还是要放弃高考 对 是这个意思吗 是 你真的准备这么跟她说啊 你想气死她 你不认为这是一种不孝吗 我爸爸现在生病了 而我却高考 高考大部分就是为了自己嘛 为了自己有个好的前途 我爸爸四十多岁的时候收养了我 然后等他生病的时候 我还在说 为了我的高考不给他治病 我觉得 我就是一个白眼狼了 给大家推荐有一种免费的改善性功能的泡酒配方 十天就能提高十分钟时长 连最难的阳尾早泻都能调理好 想要配方的可以加微信 TTPP32 收养了韩娜之后 韩俊瑜的人生信条 就是让女儿韩娜过上好的生活 自从患病后 韩俊瑜不但没有去医院治疗 反而忍着疼痛继续打工赚钱 将为女儿随上一笔学费 今天 罹患肝癌胃癌晚期的韩俊瑜 会来到现场 接受女儿韩娜 要放弃高考的告白吗 来认识让我们倒数 看看老韩会不会来到现场 5 4 3 2 1 请按键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是什么 今天 那个韩叔叔 让我给韩娜带来了两份礼物 这第一份礼物呢 因为韩叔叔知道 韩娜最喜欢就是小熊 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个小熊是一个笑脸 他希望韩娜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快乐地生活下去 能够去参加高考 能够好好的 好好的生活下去 然后另外 这是在我们去之后 然后韩叔叔交给我们的一封信 但是在拆开这部戏之前呢 我希望 韩娜能够先看一段视频 这也是叔叔所希望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把视频打开 在接到韩娜的告白愿望之后 我们来到河北济州 准备向韩叔叔发出告白邀请 可是在韩娜讲 我们并未找到韩叔叔的踪影 通过邻居我们才知道 韩叔叔因为突然病发疼痛男人 重度昏迷 而被他们送到了医院 最后 我们立即赶往了当地的医院 看他说不定我 不知道 还有你们来了 我才知道 我去北京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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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如果我不在了 我的宝贝女儿韩娜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爸爸可能不在 但无论以后 爸爸再不在这个世界上 我都希望我的宝贝女儿健康 幸福快乐 爸爸这辈子 就你这一个年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在我心中 你是爸爸生命的延续 我没别的希望 我就希望你在这个世界上 好好地生活下去 因为爸爸永远都爱你 我会一直守候在你身边 保护你 十八年前 当我把你从地里带回家的时候 爸爸希望看到你一点一点地长大成人 结婚成家 这样爸爸这辈子就安心了 但是爸爸没有本事 没有给你一个好的家 好的生活 无论如何 韩娜 你都必须要好好地活下去 好好学习 参加高考 只有考上大学 将来才会更好地生活下去 另外 爸爸这辈子就剩下了几千块钱 放在了家里的书桌的抽筋里 维持到你参加高考的费用 应该是够了 如果你考上大学了 钱不够 我打听了一下 农村的房子卖不了什么钱 你可以申取助学金 如果还不够 你就拿着爸爸的这封信 去找学校领导 让他们帮帮你 还记得你小时候 一看见爸爸给你买的小熊 就会笑 还记得你小时候 一看见爸爸给你买的小熊 就会笑 以前爸爸都送你 便宜 不好看的小熊给你 但是今天 爸爸送给你一个真正的可爱的小熊 因为 这是 爸爸最后 可以给 娜娜的一份礼物 我希望 娜娜 以后可以像可爱的小熊一样 快乐 健康 勇敢的活下去 爸爸爱你 爸爸 最舍不得你 爸爸 男性 2014年 2014年 4月23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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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封信里面所说的一切 每句话每个字 他的心意都包含在里头了 我明白你想为了救父亲 想为了他到最后 哪怕是最后一刻中 一秒钟点陪在他身边 如果你每天趴在父亲的身边陪伴 他父亲就在这想 你看我又成了他的累赘 你看又是因为我 他参加不了高考 他因为这个问题 要耽误一年两年 而不能完成他的大学梦 我老了老了 到最后我还得托他一把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你在高考 你在读大学 时不时地回来看一看他 你说两种情况 他觉得哪一种生活更有叛递 如果你愿意 你的学费我们栏目出 爸爸 我会参加高考 我会参加不到最后的 个人 我会参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